大家好,又來到ONE GAME CURSOVER BG PORT的節目 每個星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Kickstart的資訊 以及一些零售市場遊戲的資訊的節目 今天不是太多遊戲要講的,所以應該會比較快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隻要講的遊戲是不在本身的名單上 不過有朋友在Facebook留言,想介紹一下這遊戲 之前已經講過了,如果你以後有什麼東西見到 在我的名單上沒有的,你也可以講的 如果我可以預備得切的話,我會加入這個節目 這隻叫做Biberians Invasion 為什麼會留意呢? 我相信朋友都應該是見到 這隻遊戲是Worker Placement 但是有一些很漂亮的Figure 你會見到,它的Worker不是我們平時的Meebo 就是好像Block Range那種 是一種奇幻系列的公仔Figure 我們先看看 這個遊戲是Worker Placement 它是Worker Placement 首先,每個玩家代表一個種族 它有自己的Worker Placement 它會有不同的Block 它會有不同的Resources 你會看到 另外,你也會看到 它這裡有一個版法 會做一個Area Control 另外,這就是它這遊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轉盤 如果你有玩Block Game 有幾年歷史的話 都應該知道 轉盤很出名的 就是之前的馬雅力法 那一隻都是用轉盤 那這隻跟它有什麼分別 我會再說 你看到,Figure很漂亮 它現在的內容 的確是挺吸引的 先說最便宜的版本 40元歐羅 就是它所謂的Wood Meibo版 裡面的Figure全部都是Meebo 當然,可以買人不會買它 那就是這個 80元美金 所有的Meebo 都會有Figure去代替 你看,它的細節程度很高 你會看到 有Banner 有人 然後,不同的Resources 都會有一些像象棋形式 這樣立體的 的確很吸引 老實說 如果你說單以這個 去到珍藏版 又有畫閘 這些一貫的作風 先說一下遊戲 基本上是非常旺道的Worker Placement 不過有不同的 就是它有這樣的轉盤 讓你上高 擺一些Worker 上去上高 就可以拿一些資源 其實那個 系統有點像馬雅力法 但它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轉盤不是像馬雅力法 每個回合去轉 而是它透過轉盤 讓你上去拿的東西 會有些不同 那麼這裡 就會跟馬雅力法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另外 遊戲裡面的卡片 的Graphic 都很漂亮 都相信 這間廠 它自己本身 都很有信心 所以都投放了 不少資源 放進去 那 回頭 那 為什麼當初 不介紹這個遊戲 老實說 都有看 Man vs Meibo 他們也有介紹 但是 我自己 純粹是自己的意見 我會覺得 這個遊戲 某程度上 給我的感覺 都是一隻 Worker Placement 加一些很漂亮的 如果你說 撕開了這些 之後 只看遊戲的主題 我就未能感受到 有很大的創意 所以 我自己會覺得 今時今日 老實說 Figure 真的太多選擇 如果 Gameplay 不是真的十分吸引 而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Figure 在遊戲裡 扮演的 是否真的 那麼相配 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 這個遊戲 有很多打打殺殺 很多 Figure 與Figure 之間的 互動 那你放些Figure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純粹是 木的Meibo 換了一些很漂亮的Figure 去推出一個 Worker Placement 就覺得 略嫌有少少牽強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Figure 你覺得 價錢又合宜 又很喜歡 Worker Placement 我覺得你可以留意 但我也奉勸大家 看清楚 Gameplay 是不是真的 足夠特別 去付錢 你說 它的價錢 是不是真的很貴 我覺得不是很貴 如果 最後 Turnout出來的 Figure 質素 老實說 100% 肯定沒有 我覺得 如果有到七八成 那也值得 但是 如果 實際 你出來 又是 那些細節 都蒙了 我覺得 真的是 三四 因為始終 Gameplay上 我不覺得 有很大的轉變 還有最慘的 就是 它推出這遊戲 之前 有兩隻 如果你說 在Gameplay上 以我來說 我覺得 更加吸引 EUrub Game 更加吸引 在前面 沒有辦法 對手比較強 我自己 一般 我不會說不好玩 始終 可能有些人 覺得這樣的 好 第二隻 第二隻 也有說過 就是 馬戲團 抱歉 為什麼沒有了圖 不要緊 這裡 這裡 就是這隻 就叫做 Bedcar 哇 這麼閃 不好意思 不知道做什麼 就叫做 Bedcar Bedcar 就是怪奇馬戲團 那樣的遊戲 為什麼會吸引到我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對馬戲團的主題 是有興趣的 尤其是 如果他馬戲團裡面 那些人的設計 是特別的話 會令我對遊戲 特別留意 再加上 今次這遊戲 的內容 首先 卡的設計 一會兒我們可以看近一點 它其實就是 遊戲的目標 就是要吸引一些 顧客 不是 觀眾 去看你的表演 而這些觀眾 是一些 彩色的mibo 你會看得到 好像很多款 其實是五款公仔 有48隻 五款 不知道五款 六款 一會兒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就要 將這些mibo 坐滿觀眾席 12格 那你坐滿12格 那你就會贏 那這遊戲怎麼玩呢 其實就會是 一會兒我們再看 細節 可以近一點 今天這個iPad 好 首先 這個mibo 不是四款 這些全部都是mibo 來的 它未很細節的說 究竟是私印上去 還是貼 label 但是設計上已經很吸引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 沒有卡 那你這些mibo 坐滿12格 那你就會贏 這就是你的勝利條件 那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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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上 你可以看 在官網上 一張一張卡 其實概念 就是 現在有些馬戲團 的表演 在外面 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五款 那些五款馬戲團的卡 就是一些數字卡 和顏色 那遊戲玩什麼呢 每個Player手上高 就有這些很大張的 表演卡 那這些表演卡上高 也有些 criteria 就是要你 在外面 這些不同顏色的Number卡上高 找一些不同的組合 例如 它要你有三隻二 或者是 一隻顏色 順著的 例如一隻顏色 一隻顏色一二三 那你只要能夠在桌面上高 找到你相應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這些卡打出來 而打了這些卡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 不是叫分數 而是吸引的點數 你拿到吸引的點數 就可以把觀眾的Meebos 放到這裡 你看到12格 鬥快擺滿觀眾席 那誰能夠最快擺滿12格 就馬上贏 這個遊戲 它特別的地方 最重要是 這些Action卡 有四十幾款 每一款 就要配出外面不同的東西 而這裏 即是一些表演者 就會在這個Pool裡抽出來 那些卡的Combo 就是可以把外面的卡 不斷地Loop Loop到不同的新卡 就會打出這些卡 就會拿回對應的Number 其實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感覺有點像釣魚 即是在外面選擇一些對應卡 去做 但這些卡的 criteria 會跟顏色 又或者拿不同的組合 就會發動不同的技能 而在你拿的同時 你也要留意一下 其他的玩家手上高的卡的數目 去判斷究竟他會想拿什麼 又或者盡量令到外面的卡的組合 比較散 令到對方不能夠打到太多的卡 另一方面 這裏類似的難度 你每打一張卡 你就會把這個推上一格 如果你要再打一張卡 你需要的所謂要求就會更加高 就可以限制你每次可以打到卡出來的數目 因為始終會有一個Random元素 因為這個Market 揭開一些表演者的卡的Market 就比較Random 他就雙重限制 第一 本身這些卡的要求會不同 另一方面 這裏也設定了一個難度 就是你每次要打多一張卡 你需要推高的難度就會更加高 令到你雖然可以每個Random 可以打多一張卡 但也不可以太多 那去做這件事 其實看卡裡面的內容 這遊戲其實不太深 反而我覺得他做的卡Combo 挺好的 如果你對主題有興趣 以及對這類型卡Combo 遊戲有興趣的話 不妨看看他裏面的教學影片 他做了幾個例子 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再加上 你看一下 你玩的過程中 放了一些Meebo 我經常覺得 一些小的卡遊戲 其實他做了一些貼片的Display 其實在整個Gameplay的體驗上 都會令到玩家之間更加吸引 所以變成 這遊戲 馬戲主題 怪奇風 卡上高的Graphic 再加上觀眾Layout 再加上彩色的Meebo 我覺得作為一種中級難度 因為他看他的新手或是老手 都玩得到 那個level來講 我覺得比較吸引 而且主題也比較 有什麼小幼的 他這種風格小幼 值得留意 如果有興趣可以再看 另一隻 這隻可能有很多人 就會skip了他 因為這個叔叔的樣子 真的不太容易接受到 那就是這隻Fildenia 那就是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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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法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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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說的 非常黃道的Europe Game 雖然你見到他有很多卡 其實他就是一種 這是resources的控制遊戲 透過打這些卡去做一些combo 做一些resources的轉換 升級 這遊戲其中一個比較吸引我的地方 是有很多卡 每一張卡上高的Graphic都不同 上高的技能亦不同 玩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這張照片 錯了方向 每個Player有三個Market 綠色、黃色和啡色 對應他的卡 每次你會透過付不同的resources 首先這些地方可以upgrade 將你的地方由小村莊變成大城市 那你就要給這些resources去建立 其實是一種很黃道的資源管理 和資源換來換去的遊戲 看一張卡 每一張卡都是有pay cost 有gen income 有技能 以及有擺放的地方 遊戲有趣的地方是 有少許debt build的味道 但不像打出卡 而是用這個debt 去做一個engin 去換不同的資源 而且遊戲最吸引我的地方 在於 engin的建築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原因就是有少許像Dominion那種 每一次你的gamepad可以設定不同的scenario 所有的scenario就是 你外面可以讓你 去買去upgrade的卡 都可以有不同的組合 就像Dominion那種 Market可以選擇不同的卡 然後就用這些卡去組合不同的combo 如果你問我就是一種不用洗牌 將這些卡打出來的debt building 還有這個就是 卡的數量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組合得到的combo比較多 如果喜歡資源變換 以及去組合engin 去建建 自己城市的遊戲 這遊戲是不錯的 而且他本身裡面已經有很多scenario 已經說了遊戲裡面的interaction 複雜程度有多少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因為怪叔叔封面放棄了這個遊戲 因為如果你看他的規模 其實他也跑得很快 本身是一隻西班牙的遊戲 他本身有西班牙的版本 他現在出了英文版本 其實在game rules上 都做得比較仔細 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意一下 來到今天的主賽 就是cance of canadio 我剛才查過一次字典 但我也不太懂得讀字典 其實就是個地方 為什麼說這個遊戲呢 這個遊戲就很厲害了 首先 如果細心看 看封面上高 這個人的樣子 和這個女人的樣子 如果有玩開board game的話 你也知道了 這個畫風其實就是 Archicola系列裡面的畫風 所以 用得這個畫風的game 很自然地 Europe game的game迷都會特別留意 這個game有什麼 那麼厲害呢 我們先看看他的gameplay 先看看這個畫面 有什麼感覺呢 第一個看下去 你會想起哪個遊戲呢 沒錯 就是TM 其實一看到這個畫面 再看到這塊板上的那麼多東西 再看到這六角形 一格一格一格 相信很多人第一個想起 都會想到 Tiramistica 即是TM 的確是 因為 連Man vs Meibo 尤達大師都說 如果你喜歡TM 這遊戲 你也應該會喜歡的 一看到這件事 很自然地 人們就會留意 再加上 其實都說了 給一些背景 這遊戲 是誰叫我們留意的 就是 歡喜哥 你知道歡喜哥 對於Europe game的熱愛 所以他一說完 就不管了 先看看是什麼 另外一方面 有什麼會吸引到人有意 就是Meibo 多到你看 他有不同種類的產品 這些是農產品 亦都有不同種類的農作物 等等的東西 待會逐個逐個說是什麼 遊戲裡面的content 自己看一次 有不同的Meibo 有不同的版 你留意一下這些版 這個就是 農產品的Trade Market 跟著有不同的 兌換的Tiles 跟著每個人有Player Blog OK 跟著有些六角形的地圖 那好了 最重要是這件事 很久沒試過 由Kickstart做這件事 就是 Money Back Guaranty 即是說什麼 不適合玩 退錢給你 他 對上一隻 做這件事 而做得很成功 大家都知道 就是 Jermy Stone Mare VTiculture 紅酒 game 就是這個 念刀 那個作者 他第一個成名的Kickstart 就是他做了這件事 如果你覺得不好玩 元銀鳳還 當然啦 元銀鳳還當然是有一個 條件啦 就是你要付回輸屏的費用啦 那 Jermy 都真是很認真的 他真是在 Kickstart的 update 裏面 他update 當隻 VT Culture 派了之後 有多少個人 是去 payback 即是要他 money back Total 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三個人 有三個人要退錢 當然啦 深水清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這遊戲不是真的那麼差 都不會要money back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付出賣品 但是這個更離譜 如果你在 收到遊戲的頭三個內 是110% 元銀鳳還的 這種霸氣 這種霸氣 就令到大家對這遊戲的 遊戲的 信心 再提升 舉個例子 如果你買一隻遊戲回來 在 8天之內退回的話 它是 退多錢給你的 當然啦 算上輸屁也可能會蝕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那種 決心是怎樣的 令到大家對這遊戲更加有興趣 好了 說了那麼久 那這遊戲玩什麼呢 其實這遊戲的規劃都出來了 我們可以看幾樣東西 這遊戲其實 就真的跟這個TAM很相似 很相似 其實這遊戲都是 要透過 Player 把地圖上高的 MeetBoss 移到地圖上高 去做一個 Area Control 同時 這個過程裏 你亦都會令到你 Boss上高的東西 去解鎖 好了 有幾個問題 究竟 它有什麼跟TAM相似 有什麼跟TAM不相似呢 先說跟TAM相似的地方 幾樣東西相似的 首先 在遊戲裏 他剛才說的 就是 撕一些 MeetBoss 放在Boss上高 去做Area Control 相似的地方 他放在Boss上的東西 亦都是一樣 不能拿走的 而且他也會 想去做一個 我們所謂的 如果你有玩TAM 你也知道 想去起城 那些 這裏就不是了 他就是 做一個Settlement 在這個範圍裏面 會有人 有他的羊 有他的麵包 麵包廠 好像是麵包廠之類的東西 你能夠貼起來的話 你就是一個 所以說叫做一個 城鎮 還是村莊 而村莊與村莊之間 又或者村莊與這些生產地之間 距離 就可以透過這些 船的貨運 距離 就去 連接 不需要完全 貼起來 我只需要 水路去得到 我那個地方 也可以貼起來 而這個 最大的 範圍 就可以拿到 爭取這個最大範圍 聽上去是不是 覺得 有點像TAM 跑Longter Distance 那一條Path 的確這東西很像 另一方面 你會看到這塊板 這塊板 解鎖 去到不同的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分數 剛剛遮蓋了 看不到 這東西也跟TAM相似 解到最後那一格 都會有一些 特殊的能力 你會看到 詳細規則 這裏也跟TAM相似 例如會升船運的距離 會升船運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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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跟TAM相似 都跟TAM相似 不相似 如果全部都跟TAM相似 我會玩TAM 我會不會玩TAM 這遊戲 如果你問我 我看完ROOS的感覺 是一隻 玩運貨 的TAM 什麼意思呢 剛才說到 Area Control的地方 和 建立Settlement 那樣東西 是 TAM的 但是什麼東西不相似呢 第一 他是 要去跑錢 就是說他透過做單 你拿到不同的農作物 你會看到 這裡有不同的農作物 他就可以做到不同的單 去叮分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透過賣貨 裡面就有一個賣貨 的價目表 譬如你賣一些東西出去 根據這個價錢 但是你賣完的東西之後 那個東西會貶值 因為貨多了 他會跌了 這個買賣的機制 上高 就跟TAM完全不同 真的要去叮錢 另外 還有什麼跟TAM不同的呢 TAM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每個Player上高的板 他的能力是不同的 而這個遊戲 不同的地方就在於 他的 Sorry 他的Worker的能力 他的Worker能力 就是在Market上的Gen 即是他透過 不同的Worker的Technology 令到每個Player之間 會有不同的 除此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東西 都會在不同的 譬如他的 剛剛也說到 他的 Clan的 能力 即是他的視軸 他是擅長做什麼的 而這塊板 就是可以換的 即是說 每一個視軸的能力 就是在於他做什麼 類型的 生意 跟TAM的 不同的地方就比較小 比較小 但是 你可以這樣說 他是完全不同的跑分 路線 我覺得這個 跟TAM不同的地方 老實說 EUROPE GAME也是 真的要 落手試 才能感受到 這遊戲 平衡上的 節奏上的 做得好 但是 如果你是喜歡 TAM那種 超複雜的地圖 每個人有 一塊板 不停地 起東西去解鎖 這遊戲的確是 那種 所以 如果你真的 喜歡 TAM那類型的遊戲 這遊戲 真的要 仔細去看 看看自己對於 TRADING 這個 換貨的概念 是否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這遊戲應該 沒得就算 但至於 遊戲平衡 和節奏 老實說 就很難 回答給你 說到底是否好 因為老實說 真的要試了才知道 好了 說到這裏 就來到 今天的特備環節 先移一移 上個星期 講這個抽象遊戲 就講了 其中兩隻 其中兩隻 今天 上次也有朋友 OK 喜歡 對抽象遊戲 都有興趣 想介紹多一點 但老實說 我喜歡玩的抽象遊戲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多 因為我都說過 我不是喜歡 完全抽象的遊戲 雖然是抽象 但有少少片在背後 雖然是抽象 但有少少片在背後 這兩隻是我自己在抽象遊戲 當然啦 BGG有抽象遊戲的排名 這兩隻在我自己的抽象遊戲排名 是最高的兩隻 當然啦 Sorry 這個 有一個 Afflity 和Tashkara 我比較喜歡Tashkara Afflity 僅次其後 Tashkara未出現之前 這隻是我最喜歡的 這隻 利益 不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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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申報 這隻我印象中好像是絕版的 但是你說 糟了 Cashkara未出現絕版遊戲 怎麼辦 我想玩 我想試 這就是 現在這個IT發展的好處 我沒有記錯的話 等等 在iPad 即是在iOS 裡面 就是有 這隻遊戲 的 電腦版 iOS 假裝漁網版 很粗 可以玩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你的名字 下載 就要錢的 要錢的 先說了 輕一點的遊戲 先啦 這隻Afflity有什麼 特別 令到我喜歡的呢 首先 看看這隻遊戲 裡面有什麼 有一本 不可思議的大 怎麼不可思議的大呢 我先拉遠一點 是超大的 OK 將卡是這麼大的 其實這隻遊戲玩什麼呢 我開一版出來 給大家知道 因為它那些 Pax 都比較簡單 我就不用特別砌出來 給大家看 我最主要是說說這隻遊戲 其實這遊戲 你現在看到 這是一個 二人遊戲的 的 版面 這個遊戲最多可以去到四人玩 如果兩人玩就用三塊Bot 去做的 這隻遊戲電話 每個人就有 九張卡 就有十 二十三十四十 去到九十 就有九張卡 每一張卡就代表一隻棋 Gameplay 就有很多種玩法 你可以抽卡出來打 也可以 你可以拿了九張卡在手上 一張一張打 也可以 又可以說 每次你手上只有三張 例如你有三張 出完一張就抽一張 純粹是看 你的策略程度 是去到哪 如果你想完全地 是沒有掉的 那你就九張卡 拿上手 如果你想少少掉的 就可以拿三張上手 然後就開始 這個遊戲 這遊戲怎麼玩呢 其實就有少少像圍棋 每一次到你 你就打一張卡 然後 就去 根據那張卡 那個號碼 就去 擺棋 那麼 擺棋是怎麼擺呢 有規矩的 每一塊Tile 例如A這個Player 放在這裡 B這個Player 就不可以擺這塊 它只可以擺這兩塊 還有如果它擺了 舉個例子 它擺在這格 這個十字範圍 都不能擺 這個是規矩 為什麼呢 其實玩下去的朋友就會知道 其實他們順量想把你的棋 擺得散一點 還有會擺到 最後的Layout 橫直 都不會重疊 放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每一隻棋 首先它有它的控制範圍 以及有它的技能 你打卡進去的時候 控制範圍 就不會先 它就會先 它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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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另一隻棋 或者將一隻棋移去第二道 之而此類的東西 不要管 放下去 然後 這遊戲怎麼玩呢 逐個逐個去出卡 然後放出卡 放出卡 放出卡 10-90 那麼多隻棋 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 做一個 AreaController 怎樣是AreaController 這個地方有趣 它就會 由這個數字最小的棋 開始 發佈 它的控制 所謂的影響力 譬如這個10這隻棋 它是可以控制 旁邊兩格 我們就會由 這個10號仔 這個10號仔開始 就會在它旁邊的位置 1 2 1 2 就會放一些藍色的粒粒 代表它控制在這些地方 而放在這些地方 就好像圍棋 你可以控制到地有多少 留意的地方 在這個遊戲的版圖裏 森林 田地 道路 城市 這些地方是可以放東西 石就不可以放東西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才說的兩步 舉個例子用這隻來講 譬如兩步 應該1 2 1 2這樣去 但如果這塊石 這樣會怎樣呢 它就會導致 1 2 來到這裏 不是這個例子 不太好 譬如這個20 這個就可以 不是 40兩格 總之 這些石就會導致 不可以直接 1 2 3 不可以走過去 你就會 根據這些位置去放 這些粒粒 而更加重要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 譬如城市 一塊地方可以放兩粒 所謂的 影響力 10號放完 然後到20號 30號 40號 而每一隻 這些棋 可以控制的範圍 都不同 我可以看看後面的例子 譬如 好像這裏 譬如 40號就是這樣去放 有趣的地方 這些放了下去的 影響力 是可以攔截 10號擺完這些之後 這個70號 雖然可以放到三格距離 原本他應該可以放到這裏 然後 1 2 3 可以放到這裏 這樣可以放到 但是因為 這個40號是給他先的 他就這樣 圍死了 這個70號 只可以放到 周圍這幾格 他的遊戲就是 那些棋子放得越大 那些棋子 可以控制的範圍越多 還有 50號可以放到三格以內的森林 70號可以放到三格以內的田地 田地最多 最廣 但是如果 你知道他放在這裏 那你放在這裏 你就可以用這些 路 去圍死 令到 他可以放這些影響力 比較少 那這個遊戲 其實到最後 那個Gameplay 就會是 沒有個例子 不要緊 那這個Gameplay 其實就會怎樣 就是 當你打完九張卡 擺完九隻棋子之後 那整塊地圖上 應該大部分的地方 都會擺完你的影響力 然後 很簡單 決勝負的方法就是 數下有幾個 那麼最多粒粒的人就會贏 那其實就是 你可以這樣想 可以用技能 即是卡牌技能 是一個圍棋遊戲 很有趣的 還有這遊戲 現在這個Coreset 已經有兩套的卡 即是有一種 10-90 有另一種 就是用 25-35-45 去做 首先第一件事 你可以 10-90一種玩法 15-90另一種玩法 亦都可以把兩套卡 混合 去玩的 老實說 我玩這麼多次 我都 感受到的趣味 因為 首先 地圖的佈局不同 還有 那些卡 其實 因為我通常 很少玩九張卡 上手 都是上手 因為我上次都說過 我覺得這些App Check Game 會有少少運氣成分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另一個Rules 就是 抽三張 上手的 每次就三張選一張 那些卡卡 也會令到 卡卡出現的先後次序有一個轉變 令到每一局的對翼 有少少運氣成分 令到變化比較大 也很有趣的 其實 它已經推出了很久了 我不太記得什麼時候推出的 其實是Kickstart的 但是 這個遊戲一直都沒有製作 但是是一種很有趣的遊戲 如果你喜歡抽象遊戲的話 試一下 找不到二手 如果找不到二手的話 先下載Apps 來玩 先 Apps 都可以 對戰地玩 這隻 我自己很喜歡 這隻 出現了之後 其實它都長住了我的 抽象遊戲的 Top 1 很久了 但是 後來出了這隻 之後 當然 就徹底地動搖 因為你看到 在哪裏出了 沒錯 沒錯 VC 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 VC出完 那隻遊戲 就會是那個系列的Top 我之前 BG-Pod也有說過 它的霸氣 這個Tashkara 為什麼 會瞬間 就霸了我自己喜歡的呢 第一件事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 有趣的 是 它將 抽象遊戲 和 這個 召喚 這個概念 融合在一起 其實這隻遊戲是玩什麼東西的呢 我很快就這樣說一說 因為 都 很多東西要說 首先這塊Bot 你會看到 有很多格 其實這遊戲是玩什麼呢 就是每個回合 你就會有一些棋 這些棋 就是你的顏色 有 這個叫Level 1 一把刀 還有 Level 2 兩把刀 還有還有最後的 有個 勳章 等等 這個我們叫Level 3 或者叫做Legendary Level 3的棋 每個回合你只能夠放 一粒 一粒 Level 1的棋 任何地方 這件事你可以做兩次 或者 出一張卡 好了 那就要看這卡 其實這遊戲 為什麼它是抽象呢 搞錯的 原來就是 這遊戲是不會出現的 它會出現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 透過 你放在地圖上 放的Pattern 可以擺得到 像這個款 留意 它這個款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甚至如果 它是不對稱 它可以鏡像 怎樣呢 如果你桌面上高 能夠1 2 3 4 如果有這4隻 棋的話 那你就可以打出這張卡 並且 在 白色這個位置 召喚一隻 Level 2 的棋出來 剛才說過 你每個回合你就可以 出兩隻棋 或者 打兩張卡 或者 混合 就是出一隻棋 打一張卡都可以 但當然 大家心裡都知道 一定是打卡是強一點的 因為打卡 你除了可以放棋之外 你還可以有這個技能 而且通常都會是 一些 高階一點的 例如他可以用4隻 一棋 照著Level 2的棋 在這個遊戲裏面 如果你想 攻擊對手 去吃人的棋 你必須要 大過他的Level 或者 在你這張卡裏面 有一個 Attack 這張卡裏面 combat的技能 你才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 這遊戲 其實就是透過 你在桌上 砌一些很抽象的棋 去打這些卡 就是所謂的召喚 你說有什麼特別 砌的 瘋的地方就是這裏 這遊戲裏面 其實 Core 已經有 4匹 的種族卡 Total三種 因為其中有一種人類 就有兩匹 一模一樣 他的遊戲 就給你 可以 對戰 一模一樣 兩個都用人 一對一對戰 又或者 是用人對不同的種族 甚至四個人混戰 你可能就會說 這遊戲 不同種族 究竟玩下去 平不平衡 又或者這遊戲有什麼玩 你會看得到 例如這些變態的砌 感覺上來說很難砌得到 其實一點也不難 因為 在這些Pattern與Pattern之間 其實是有少少 相連 例如你照了望那隻 另一隻出現的機會就更加大 又或者 他的卡上高可以 做一些Move 或者可以動另一些棋 令到你可以砌的過程度 慢慢砌到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這些卡是要抽上手 會有少少運氣成分 但是 我可以告訴你 每一個種族 他的 變化 或者他每一個種族 玩的東西 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 人類就最基本 行打 例如 樹精的族 就是擅長移動 然後這遊戲 除了Core 就出了兩個 分別就是 冰雪皇后 冰雪皇后 可以放一些冰 的Token 以及 可以freeze 對方的行動 以及 出了 類似Undeath 的東西 不是這盒 另一包 不穩 OK 他 基本上現在出了兩個 老實說 完全 不覺得 是有極窮的感覺 而且 遊戲 我覺得 最令我覺得 它是 即是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於 在於我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對於 抽象遊戲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做得很好 就是 如果有玩過抽象遊戲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時候抽象遊戲 會有個 犯錯的地方 不說犯錯 即是不開心的地方 就是 例如兩個 玩過 某一個人 贏 基本上 你要追回 都比較難 尤其是這麽長的抽象遊戲 但他在裏面 設計了一個 System 就叫做 這張 我就叫做 書家補償卡 但其實不是 他叫做逆轉的卡 如果對方的 Player 他的棋 即是台面上的棋 的數目 是多過你四隻 LV2 或者多過你四隻棋的話 你可以免費 這張卡 去做一個 很厲害的 Action 例如 可以直接 replace 別人的棋 又或者是 直接吃別人的棋 或者是 做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而這張卡 是 留意 這張卡 是不需要 Action Play 而且你Player 之後可以立即 抽另一張 你唯一需要 副的代價就是你可能要扣一分 你就會令到 對方 如果在玩 即是跟你打的過程中 他就不可以 所謂的 剝你光珠 因為剝你光珠的代價 可能要硬吃你這些卡 一至兩次 而很多時候 這些卡對於整個局勢的影響 會很大 這個我覺得 在兩者之間對戰 那個膠著 和兩者之間對戰的實力差上高 這方面是做到一個 很好的 平衡 除此之外 這個遊戲 亦都有一些 很有趣 或者我們所謂的 很有挑戰性的地方 是甚麼呢 遊戲裏面有一些叫做 Legend卡 等等 Legend卡就是這些 Legend卡的背面是不同的 Legend卡就是每個player 一開始會有兩張 其實這個Legend卡 有一些 很難砌的圖案 有些很難砌的 很難砌的 例如這些 有多少Legend卡 要砌到 這些Legend卡 第一 它砌得到之外 你就可以自援一隻 還有 它的技能是很勁臭的 但是反過來 有甚麼特別 特別的地方就是 每一次玩的過程 大家其實是分享 Legend卡 每一個種族 都有機會自援 這些Legend卡 令到 你不會說 我玩了 我基本上 知道Legend 所有的 Pattern 是怎樣的 我背了它 我理論上有 神之一手 我自援A 接著 B 不會的 因為每一次 你抽到的Legend卡 都會不同 你可能會有 對手也會有 你不知道的Legend卡 因為 某程度上 怕玩熟了 你會知道對手會出甚麼卡 你就可能會避免 但正正有了這些Legend卡 就令到你不能知道對手的 Pattern 想砌甚麼 這也是 令到這個遊戲 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但未說完 Sorry 未說完 可以成為我的 抽象遊戲 Top 1 當然不選單 今天有Overland 剛才還說很少 最後一個 我覺得非常棒的地方 是什麼呢 抽象遊戲 我上次都說過了 要多人玩 不容易 而如果一隻 會對戰的遊戲 要多人玩 就更加困難 因為 會有一個 所謂的 幾家圍死一家的情況 但在這個遊戲 就不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兩個 不同的系統 讓你看看 讓你看看 其實這個遊戲 裡面有幾個 不同的玩法 有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 就是不同玩法 對應 一張紙就講完所有的規則 有兩個做法 第一 就是玩做Quest 剛才我講過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對戰 對戰就是殺對方的棋 怎麼可以做到 不會圍攻一家 做法很簡單 就是每個Player 每個Player 他的分數的記法 是怎麼記呢 如果我現在是四打的話 我會放對方的三個Player 分的marker 每次我攻擊到對方的棋 我就會加分 但是留意 在Gameplay裡面 你有多少分 就是 這三行 的計分裡面 最低的就是你的分數 即是你在遊戲過程中 你要平均地攻擊其他三個玩家 你才可以得到高分 你打死其中兩個 你都會輸 所以這件事 正正可以避免到位 然後 第二件事 跟著 這個 我們所謂叫做Task的機制 就是 完全不是說大家 你是要排這些Pattern出來 這些Pattern就會放在外面 給大家搶 搶這個位置 在搶這個陣式的過程中 你就會 看到對手做這件事 就阻止他去做 又或者有些比較簡單的 這些一分的 這些比較容易做的 這些複雜的三分 有快有慢的去做這件事 令到整個遊戲 你要砌的Pattern就完全不同了 不是說因為要打死對手 不是的 例如這個要接龍 要兩邊 可以接到一條龍 又或者你要圍倒對方 又或者你要在同一回合 將棋子從一個gray轉到另一個gray 又或者要將棋子放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 每次 你 在裡面洗運 揭幾張出來 然後鬥快做 然後補 所以基本上你完全不會知道 你要砌什麼東西 你要即場看到 鬥快要砌得到這個出來 這個也是 這隻遊戲吸引的地方 講到這裡 我想你都明白 為什麼這隻會是 我的Top 1的抽象遊戲 還有 Sorry CV告訴你 他的腦子 是跟你不同的 這隻遊戲 今年 這隻遊戲出了 很多年 好像四年左右 每隔一年 有一個expansion 今年 又有一個新的expansion 我都非常期待 因為 我都很想知道 究竟他什麼時候會有多窮 這個族 終於都沒有貨了 終於出了一些相似 沒有 暫時都沒有 每一個族都不同 非常之爽 還有 有個好消息 這個遊戲有中文版 繁體中文版 如果你說 文字上也很困難 不用擔心 有中文版 你可以去找 這隻是 My Top 1 我暫時都未感受到有任何一隻抽象遊戲 威脅到他 希望如果你喜歡抽象遊戲 不要因為這隻遊戲 那麼不抽象的封面 就令到你 對於這隻遊戲 卻補 不過 打回頭盔 這隻遊戲 是超級銷魯的遊戲 即是說 會真的玩到手機 我有幾個朋友 so call 叫做 喜歡玩board game 亦都是玩得 比較靠一點的遊戲 的人 但 都因為他對於 這些 這些抽象圖像 是投了一行 他直接看到卡反轉 他已經不能夠 鏡像到這個畫面 而完全是玩不到你的 是 吵架 吵架 搞錯了 抓我 然後給我鞭 但是如果你喜歡 這類型的抽象遊戲 又可以處理得到 這類型的 Puzzle 這隻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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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定的事 這隻就是我的 抽象遊戲的Top 1 Tashkara 有興趣的 留意一下 今集來到這裏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